很好 大家都吃飽飯啦 鹹鹹的 等杜菇對不對 吃飽鹹鹹 等杜菇 哎呀不行 今天還是要打一下書喔 這個書還是要打一下的好不好 趕快 買本給老婆 就會被老婆罵 說幹 你覺得我不是女神就對了 你買這本書給我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不要隨便買給老婆好不好 介紹給他這個IG網站 這為什麼放到那裡沒得到 喔 這樣好了好了 快點快點 打一下書 打一下書 我自己的書都沒有打那麼勤的啦 沒浪費的啦 什麼叫做馬子狗 看我就知道了啦好不好 馬子狗 看馬子狗就長這樣好不好 什麼浩浩有點像 幫忙找車 可以啊 FB粉絲頁字庭文章裡面有巡車單可以去填 可是我們是佛姓找車喔好不好 所謂佛姓找車就是說 我們是看運氣 有緣分就會遇到你要的車 我不會特別去找 為什麼 因為特地去找的比較貴 跟馬子一樣好不好 你如果急急忙忙的 很有需要 你要去找馬子那就比較貴好不好 這個啊 魔爪啊 我沒有業配錢可以拿 我還幫他打廣告 靠腰 這個喔 我最近都在喝這個 我最近都在喝這個 欸在滴水 我看你他太興奮 他就馬子狗 欸我是馬子狗 我馬子來了欸有沒有 哇 我有出書啊 中古車購買聖金在這邊 蛤 有喔 什麼有喔 我說你有拿來喔 這是我的書 好不好 啊這我老婆的書 我的不重要好不好 丟掉 買這本比較重要 巡車單的FB是小獅汽車的粉絲團 是的 小獅的書剛剛丟在地上了 中古車控買聖金 我那本比較貴會威 我專業的耶 哪有 這一本線上買還要打七九折 我跟你講 我的沒打折 我跟你講 你的絕盤了 我的絕盤了咧 我的在各大圖書館都租得到 白鹿洞去租就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大瓶的 真的假的 我要去買大瓶的 大瓶的 我沒看到大瓶的咧 在哪有賣 我現在好愛喝這個喔 過陣子就會有買一送一或兩千六九 對啊 反正我知道買兩瓶有打折 我也不曉得 反正買兩瓶有打折 這個要 橄欖油 來推銷一下橄欖油 晚一點我會推到 貼到粉絲專業 欸這都是一些男人 你跟他講橄欖油 不要浪費錢好不好 他們怎麼可能去 怎麼可能去吃這麼健康的東西 橄欖油有別的作用啊 論華油 來論華 我沒有說 按捏母湯 出炸的嗎 對啊 哇竟然有一個人問出這麼專業的問題 出炸的嗎 太屌了 有帶有果香的喔 帶有果香的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吃橄欖油比較不會 對身體有負擔 如果是年輕人 我跟你講這個你可能聽不進去 你活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可能才能夠體會差在哪裡 可是通常已經不太來得及了 呵呵呵 來得及啊 人都是在失敗當中繼續教訓 當你繼續教訓以後 你就差不多要掛了好不好 通常都是這樣子的 你如果不買保險 明天就得癌症有沒有 剩下賣保險了吧 呵呵呵 你聽過安利嗎 今天不是好東西 沒有要跟你介紹啦 來啊這罐市票才多少 那罐用過了是不是 好不然賣 沒辦法啦 你們自己等一下 我會貼在這個粉絲頁 好不好 這樣好嗎 呵呵呵 蛤 這樣好嗎 不過他是真的 是真的有天 我沒講啦 我是馬子狗啦 我講這天粉絲頁都對了 沒什麼好講的啦 天秤座就是馬子狗啦 天秤座線上的打架一 我看有幾個天秤座的馬子狗 我看看 我是天秤座但我不是馬子狗 不可能啦 天秤座沒有例外啦 是嗎 我現在目前看到命中率百分之百馬子狗 是嗎 對啦 要有講處女座嗎 不要 為什麼講處女座 因為上面有很多個處女座 有嗎 有嗎 找不到巡車單 有加入小汽車LINE 可以到LINE詢問嗎 可以 但是你的訊息很有可能會被淹沒 淹沒之後 就算我有找到你要的車 可能怕會聯絡不到你 那因為巡車單我都會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裝訂成冊 所以有遇到了之後 我們就會 我就會去 足個通知你們這樣 重複的車子 那個 那個字名 我 哇這個網址這串有點長 我貼起來 那個是巡車單的網址 應該是 還是我貼錯了 不要亂貼 天秤座加上身廁所 不是 媽啊 林四強 你就是他死處女座的 你在那邊加一 我這個台處女座的很多 好多耶 天秤座沒幾個 再加上網報的 926 926處女吧 926 跟你差兩天 926處女吧 926耶 比爾 今天生日耶 明天啦 生日快樂啊 比爾 阿斌啊 對啦 阿斌我記得阿斌是天秤座的 阿斌你是不是馬子狗 是不是馬子狗 自己承認啊 天秤座馬子狗 那處女座不是馬子狗 處女座比較倔強一點 比較難 處女座是愛吃又愛鹹 好了解喔 愛得要死 嘴巴還是很臭 還是賢東賢西 就他再怎麼愛他 他還是賢東賢西 好不好 越愛越鹹 我要當 青座大師 我只會講天秤座的處女座還有雙魚座啦 車價為何都開尾數八千 因為吉利阿 要不然開個三四八 想死吧 也不好啊 對不對 好啦那我講 我講比較 比較 比較婉轉一點 不是馬子狗 好不好 我們只是比較尊重另一半 好不好 尊重另一半 欸我還是要講一下那個 我們這台是講車的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車的事情 我覺得喔 我下個月換 要換直播的 布景 然後第二個是 之後我可能我的直播 我會請人把它 做成這個影片 那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喔 所以大家發言要注意 好不好 我以後那個 我會剪成精華版 放在YouTube上面 好不好 上次有一個叫這個 陳王玩的 他如果有看 我還是講啦 好不好 他有看回播的話 他可以看一下喔 但問我說 其實這個問題我以前很常講 可是喔 我講到最後都很懶得一講再講 可是我發現還是會有很多新朋友嘛 所以還是會有問這個重複的問題 他就在粉絲頁私訊我說 製售買跟車商買哪一個比較好 然後可能 我實在沒有辦法用訊息 打字這樣回答他這個 這麼 其實有點籠統的問題啊 那我簡單的講當中的差異性 最簡單的差別就是 其實現在我知道有很多 我坦白說現在生意不好做 所以有很多車行喔 他在處理一些比較 坦白說 車況沒有那麼理想的車子的時候 他會在FB的一些社團 在一些這個 就是PO這個自售啊 說便宜賣啊什麼的 那其實無意 為了就是要這個 規避一些責任啊 簡單講 我是車商 我賣尼塔有問題的時候你告我 然後法官問我說 阿你這個車泡水的你怎麼還賣給人家 我說我不知道他泡水 法官就說你胡扯你王八蛋 你一定是想賺錢故意不跟人家講 對不對 因為你是車商嘛 你有那個賺錢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意圖嘛對不對 你意圖用資訊不對聲來賺錢嘛 你有可能有這個意圖 而且你是專業的 你所以不知道這車泡水哪有可能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今天我裝作自售賣給你 法官問我說 你知不知道你這泡水車你還賣人家 我不知道啊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買來就追 我怎麼知道泡水我用的很好啊 我只現在用不到了 所以我賣掉我怎麼知道泡水 生活很好啊 欸 是不是 你還不一定會贏的喔 你告我你不一定會贏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可能不知道啊 我也被騙啊 我也是跟別人買的啊 我不是新車買到現在在我手上泡水 對不對 我是買進來以後 不知道泡水我又賣掉 這個跟收受髒物一樣嘛 你去 你去這個比如說 一個市價十萬塊的這個 蘋果電腦 然後你去那個什麼橋 重新橋下面買一台三千塊 結果你買到張物被抓 對不對 法官問你說 你知道這張物 你說我不知道啊 可是法官會認定說 你才買三千 這個十萬塊的東西你買三千 對不對 你這個買太便宜嘛 你一定知道這有問題你還買 那你可能會有罪 但是你如果買五萬買六萬 你可以跟法官說 我不知道這張物啊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就去重新橋下買啊 賣五萬賣六萬我就買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自售跟車商 最大的差異性 那當然 站在我的立場 我會跟你講說 車商會給你收服務 會給你很多的保證 甚至你如果跟我們買 我們不會讓你吃虧 不會讓你受 受委屈對不對 可是坦白說 不是每一間車商都這樣 所以當車商的服務 或者是車商的透明度 沒有辦法確定的時候 基本上跟自售沒什麼兩樣 好不好 所以就要看你是跟哪個車商買 那你如果跟一般的車商買 其實跟自售沒什麼兩樣 因為他還不理你 行照很難為 裝成自售 可以啊 我們出去買車也是要過戶回來啊 我出去跟人家買車 我們也是要過戶回來 那我是車商嘛 那我過戶回來的時候 我就找個人頭啊 過我老婆的 過我媽媽的 過我阿姨的 然後就說 這是我阿姨的車怎麼樣 喔啊 抓開頭 他有沒有在用 什麼什麼 他都沒在用 他就要幫他處理掉 他上班很忙 怎麼樣 他是公務員 對不對也可以啊 這時候買到調表也是一樣狀況 一樣 他就說他不知道就好了 除非你的舉證是誰調 如果你告他 說他調表 但是你沒有辦法舉證啊 你有什麼證據說 一定是我 我也是受害者 我買來就被調 對不對 就算你追到上一手 我買的上一手 那個人也說我不知道啊 我買就這樣啊 每個人都沒人承認 那是誰調的 當純外觀純寶不會打嬌 沒錯 不會打嬌 不會打嬌 有撞到才會打嬌 一定是撞到 或者是 生鏽 才有可能打嬌 驗車那來也很難偽裝 可以說我換行照啊 或者是阿姨過給我啊 爸爸過媽媽 媽媽過姐姐之類的 隨便他講 反正我跟你講要騙人 可以 用的理由太多了 好不好 要騙人可以用的理由太多了 我也可以講說 我是立委助理 我跟你講 再來這是立委的車 這個是選舉過後 我們現在要把它弄出來 你問他說 你是哪個立委助理 喔我不能說 這個因為有關政治現金的問題 這個錢出去是沒有紀錄的 媽講得神神秘密的 也可以啊 隨便他講 回原廠 他車子的店長會需要錢嗎 不一定 其實要看喔 其實很多原廠他會看喔 你如果說之前你一直都不在原廠保養 你熊熊回去要他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他不太理你 可是你都有定期在那邊做保養 或是你有回廠的紀錄 那你叫他做什麼事 他可能會順著你做 那也有可能 會跟你如果沒有 他就會跟你收前車的費 這個引擎蓋有射差已經算過嗎 不一定啊 他可能是考過期啊 原廠換表可以告原廠嗎 不行啊 因為他有紀錄啊 正常的車子里程數 一年股跑多少公里比較合理 其實正常的里程數喔 你如果國產車 我們在裝是1萬至1萬5千公里 但是高級車的話 我們的標準會比較嚴苛 我們希望是在 5千到1萬公里是最好 1萬公里以內是最好的 畢竟高級車 大家會認知比較不能 不會拿來當一個業務使用 或者是常跑長程 說到自售給大家兩個關鍵字 很久以前的一個案子 你們去Google 打中古車控格洋肉爐 你們就可以看到很精彩的故事 堪稱是八點檔連續劇 你就知道說 一個自售可以裝得多完美的 好不好 你們自己去搜尋喔 不知道是二手車洋肉爐 還是總補車洋肉爐 反正就是跟洋肉爐有關係就對了啦 那故事蠻精彩的 對啊 最近好像有被 又提出來拿出來討論 然後 今天我有寫 我真的我今天有做功課 我有寫說我要跟你們講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每天都打屁 好不好 不能每天都賣橄欖油 不能每天都打樹 好不好不行 樹還是要打 來 海北喔 對啊那故事非常有名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不要去懷疑 自售的能力 真的因為當 我坦白說 現在的二手車聲音是很難做的 外衛車可以買 外衛車可以買啊 其實車子二手車什麼車都可以買 問題我真的要跟大家溝通一點就是 就真的你是找誰買的 但是我不可以 我也不會一直去說要來找我買 因為我真的沒有那麼 多人 沒有那麼多車子來賣給每一個 而且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縣市 對不對 也不一定都來找我買 可是 如果能夠從我這一邊 好不管是小事的書也好 網站也好 或是直播也好 你們有問題就問 如果可以縮小你們 上當的一些風險 我都很開心 好不好 車子的前掌玻璃 只要遇到下雨刷 都會磨殺過來的聲音 這很多啊 刷不乾淨 要換雨刷啊小瑤 二手貨車 其實二手貨車 我跟你講 光二手車貨車跟轎車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美感 那貨車我只能跟你講 要注意車頭的面板 因為大部分的車頭是 他沒有車頭的嘛 他引擎在椅子下面 然後面板有沒有撞過 因為那一撞到很嚴重啊 都會撞到裡面來 然後還要注意這個 凹打 我們說凹打 就是後面通常都是 鋼仔半 就是 他不是避震器 他是利用那個叫什麼 類似扭力量的那種 避震系統 那都要去注意他的床啊 結構啊 厚斗的結構啊 還有他的那個鋼仔半 有沒有生鏽 好不好 里程數10萬跟20萬的車價 會差多少 這個 射擊層面很廣 第一個這個車的價位甚多高 第二個這個車是什麼廠牌 是什麼樣騎士的車 是高級車還是跑車 還是貨車 還是轎車 還是一般的小車 他的影響都會不一樣 車種的影響都會不一樣 好我剛剛還沒講完 我講說現在二手車商生意難做 最近 我有一個客人 傳給我一個那個截圖 我不是都會在粉絲頁PO上這個車子嗎 其實之前我就發現有了 那最近又有客人又傳給我 昨天 他比如說在我的TIDA 我有台TIDA下面 那大家就請私訊我啊 請私訊我 然後 就有車商的去私訊他說 我也有一台這個車 你參考看看 你要不要來找我買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有人在私訊版他這樣 那其實大部分的車行 業務人員都必須要每天 傻網式的 在網路上面或者是怎麼樣 到處打電話找同學找朋友 問你要不要買車啊 你有聽過案例嗎 有沒有 我小同學很久沒聯絡 忽然打來說 欸我現在在二手車行啊 你在業務你都必須要出去 找客員 所以才會有很多 刊登很便宜的 在數字網上面 在雅虎上面 把車看得很便宜 要釣魚嘛 因為他們找不到客人 公司的招牌又不夠響亮 又沒有辦法讓客人自己來 你這邊賞車 所以這些業務人員 領著低低的底薪 所以他們很辛苦的 要去外面找這一些客員 所以就找到我們的粉絲專業 這邊來了嘛 那我去封鎖他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而且第二點 我覺得說 其實網路本來就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如果真的我的客人 要跟我買車的客人 要問我車的客人 真的被這樣子的車商拉走了 那我也只能覺得說 我們沒有緣分 我昨天才跟一個來店裡面的客人在聊天 我說其實我們有很多潛在的成本 是沒有辦法一一計算的 我們在檢查車的時間 測試車的時間 整體車的時間 再加上服務客人的時間 我們如果說 按照下去算 根本就不划算 我賣一台車賺那些就不划算 有一個人有 有說有收到資訊他馬六 我沒有亂講啊 所以其實我們 我小師從來不會去鼓水 喔 趕快買很會 趕快買CP值很高 喔 我的車他媽全省數一數二 車況好沒有 我們從來不會這樣講 我們只是在跟你講說 我們的風險比較低 那萬一這個風險發生了 你找到人來幫你處理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沒有說他媽我世界第一名 好不好 所以後來我想一想 其實這個業務他們也是領人家薪水 他們也很可憐 你的領著滴滴的底薪 然後還要四處去找客戶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 如果我們的客人 真的那麼容易被拉走的話 那就跟他去吧 當俗語說的好嘛 人甘不怕 鬼甘不怕 剛剛其實有人在問說 一些聯盟的事情 那事實上 我其實很不想去提這些聯盟 坦白說包括很多 原廠的認證的總統車 我當然坦白說 我不想跟這麼多的同行宿題 但是我只想要講一件事就好 如果今天有一個聯盟 他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然後來一起打廣告 這OK我能接受 但是你如果讓我感受到 你是真心的為了消費者著想 而創立出的聯盟 小事會去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小事不加入任何一個聯盟 甚至我以前甚至有加過一個 我加了一年我就退掉了 我不管哪個聯盟 還有原廠認證的保固書 你把它拿出來看 你就看到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保固的內容項目有哪些啊 不保固的內容有 保固的內容有 你就看這兩個欄會就好了 其他的你都不用看得懂 我要講的一個最重要 我在電視上也常常講 這個保固書如果是沒用的 保固十年都沒用 我來講一個滑鼠好了 正常使用下 比如說我保固這個 滑鼠的殼本身 如果它有不自然的歸裂損壞 我保固給你 按鈕 不好意思按鈕是消耗品 按鈕我不保固 因為你一直在按嘛 對不對 這是消耗品嘛 你每天一直按它 這按鈕裡面 這按鈕是消耗品 滾輪保不保固 不保固 滾輪是消耗品 你每天都在戳它 每天都在戳它 這不保固 這是消耗品 熟練 然後我給你一個保固書 然後我跟你說 你跟我買這顆滑鼠 可以保固十年 不會壞 為什麼 你有一天 你這個殼真的裂開了 然後你就一找它保固 它保固書都拿出來 你這個是人為因素 你這個衰裂 你這個不是自然歸裂 你這個是摔壞 所以不保固 人為損壞不保固 消耗品不保固 前幾天大雨 右後車廂有漏水 車廂漏水 大部分都是從偉甄漏進去的 看你是什麼車 focus有可能是從你的 保桿的通緝孔跑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不管是什麼 你就保固書拿起來看就對了 你真的如果是為消費者好 你應該是要 我相信消耗品是 沒辦法保固的 但是你看 比如說以我們好了 你跟我們買的車 我給你的時候 你如果超過8萬公里 正式皮帶 外皮帶水棒骨 至少這三樣東西是新的 那這三樣東西也是消耗品啊 我為什麼要去換它呢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啊 對不對 水棒骨壞掉你就抓到溫度啊 你有可能燒掉啊 你正式皮帶斷掉 你引擎可能會敲鋼啊 那我把這個重點的東西 我減少你的開銷嘛 但是我不可能說 我的正式皮帶交給你 幫你換好 水棒骨幫你換好 然後永久保固 你的正式皮帶水棒骨 我也不可能這樣做 我只是一個砸貨店而已 但是我能夠拍著我的胸脯 很大聲的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我已經換好 你不要擔心 你省點錢 省點時間 對不對 我也可以跟你講 那個正式皮帶水棒骨還沒換 我賣你便宜一點 那個沒那麼快壞啦 沒那麼容易壞啦 你就回去開一陣子 你再換就好 磨磨磨磨磨您兩可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水棒骨正式皮帶蓋在引擎裡面 你怎麼知道能用多久 他又怎麼知道能用多久 他也不知道啊 你問他說 那這個正式皮帶換過了嗎 他會跟你講說 應該是還沒啦 不過那個沒那麼容易壞 你就再開一陣子 再大保養再換就好 買到條表之後 有什麼有利的理由要求原 賣家原價買回 看合約怎麼寫啊 我跟你講大部分正式皮帶齁 你最怕 對大家都知道壽命大概是八到十萬 可是最怕的是什麼 你買一台車就七萬多 或是九萬多 你買這台車如果跑九萬多 那請問正式皮帶換過了 你問車行 車行他怎麼回答你 車行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除非他有檢查 除非他有換啊 所以我在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認認真真的去 真的有去做檢查 然後讓消費者 節省他的時間跟金錢 而不是在用一個文字的遊戲 來想想 我收了消費者賺了錢之後 我要怎麼把後面的後續責任規避掉 想辦法弄一個東西 然後把可能會遇到的危險跟風險 消費者可能會來找我的麻煩 全部都在這一紙合約上面把它規避掉 那我家這聯盟幹嘛 好啦反正所以就是因為 今天客人轉貼給我是某個聯盟的 如果說他們打著 我們小四的車雖然很棒 但是我們有一個聯盟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聯盟車基本上 雖然還是有高低之分 因為每一家鑑定的標準不一樣 有些在這一間是可以 有認證書 有些在這一間就不能通過 有高有低的標準 我覺得他們最多禁止在於說 可能也許他們的不會賣給你 太過分太誇張的車子 那不過也有某一些以前 以往的例子有發生過就是說 我雖然掛著小吃汽車聯盟的招牌 但是我裡面的30台車裡面 可能只有三台車有通過認證 剩下的車全部都是不能通過認證 那夾雜在裡面賣 所以你消費者進來的時候 你只會看到 這是小吃汽車聯盟的車 所以你會認為這一邊的都可以買 但是不盡然是這樣子 以前有一些有上新聞的啊 有一些糾紛產生的大部分都是因為這樣 那我也講了我們不是要樹底 我也沒有特別去講那個聯盟 這麼多靠腰都是財團 我們一個小雜貨店 我們也不可能跟人家有什麼衝突 對不對 對 Vios肉油大都是哪裡有問題 Vios就上蓋而已啊 水蜂埔二十萬公里都沒有換過 唉唷好恐怖喔 好不好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線上有同樣在看的 來歡迎來欄客 那如果縮下去都要給自己買沒關係 對啊 你們自己就自求多福 被拉走就拉走了 阿我不會說拉走一定是不好的 齁 好壞靈魂欸 台語聽得懂嗎 好壞靈魂欸 好壞靈魂欸 接下來我們就當馬子狗啊 對不對 阿如果人家不給我們當馬子狗的機會 那就看誰命比較好 可以來當 讓我當馬子狗 就是這樣嗎 有沒有 家族的有沒有 反應更快 開玩笑 女孩子遇到我都變緊的 有沒有 開玩笑 混血 上半生台灣人 下半生黑人 好不好 小四有沒有要出書 我已經有出書了 阿打一下書 打一下書 來喔小四出了這本 四周變女神 好不好 趕快去買 好不好 SRX 現在通用的零件好找嗎 我還沒開始找阿 文達我還沒開始找 還不知道 我還在檢查 那台車還在檢查 內褲多緊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是小四的書 好不好 欸哪版欸 這本是小四出的書 好不好 四周變男神 我只有四周變虎神 啊 四周變虎神 買我的書不重要 要有買這一本的 我跟你講 少來你 買這一本的 才夠力 好不好 我那個已經過期的東西了 台北市地圖書館 都租的到了 過不六代 ABS電腦故障 建議殺肉件嗎 其實喔 外面有在修理這個電腦的 在戲子那邊有一間在專修電腦 可能可以請修理廠幫你拆下來去送修看看 有時候裡面如果只是一些電阻啊 電阻不太壞 電容爆炸啊 有的沒的 他有可能幫你檢測完之後換一換 應該就會OK了 好啦最後齁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 我今天有寫三題要跟大家講 認真 代標啦 就很多人 學 片般 的飛來 問說 那小吃有沒有代標服務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其實我要做代標 我可以很輕鬆 因為 先收定金的嘛 然後就可以滿足購物欲 人家代購了 人家都已經先付你錢了 然後你再去幫他把這東西買回來 好像你很開心耶 對不對 如果沒買到也不是我的錯嘛 標不到啊 我還不用負責任 為什麼 他上面就已經有那個錶啊 你如果相信他的錶的話 那我就把他的錶傳給你看就好 然後你說OK 那我就先幫你下去錶 所以我要賺這個差價 手續費 對我來說是很容易 我就住在這邊吹冷氣 然後每天在那邊 你錶了賣給你 你說小吃我知道 因為我看了錶 然後你買回來給我 那當然我回去有什麼問題 我就自己狗無塞了對不對 可是 站在朋友的立場 我們賣一台車給朋友 側面聽到說朋友去修車了 雖然沒有回來找我們 我們也會很不好意思啊 我們覺得說啊 是不是我們賣一下車的問題 啊怎麼不好意思跟我們講 好那你假設你臉皮厚一點 你有問題回來找我 我會想說靠腰臉 我只是幫你代錶的 對啊 啊當初你說 我可以幫你代錶賺個手續費就好 啊現在你車有問題 你回來找我 啊我可以不理你嗎 我不理你 欸欸欸欸欸欸 我跟你說那個上電視的小師齁 哇啊怎樣啊 哇啊 滿口人意道德啦 那公幹 鬼山名 很暗言 所以我乾脆就不要 把人家代錶就好 我在我在訴求的是一個說 我去飆回來 然後我經過了公時 我去做這些所有的檢查 所有的整備 然後把我們想要 有的這個服務費利潤 別樣去開價出來 你買走了之後這個車 有什麼問題 我就是對你全權負責 我不喜歡說來然後把你推 欸那個行駕你去找他 行駕也不會理你 不管推的掉或推不掉 我覺得都不是好事 所以我幹嘛推 反正從我這邊出來的時候 我就不推啊 我就不會推啊 這樣就是最快 那你不要怕人家賺嘛 我有時候覺得 可能找人家代錶 坦白說啦 很多也是太便宜 他們就覺得這樣標比較便宜 可是我還是再次強調 我看過太多線上代錶的案件 那個加上代錶的服務費 到最後到客人手上 還是一台沒有整理的車 或者是錶回來 他又叫這個車廂幫他整理 然後又車廂再賺一手 那個買起來喔 講難聽一點 比你去小吃汽車 找一台小吃檢查完整理好的都還要貴 而且他幫你整理好還是一樣沒有保護 我覺得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種說 好像我去這邊標 我就可以買得很便宜 可是我真的看過太多例子 真的沒有比較便宜 尤其是沒有事顧過的車子 比層數低的車子 那上面都喊到天價你知道嗎 我們之所以能在上面買到的車 小吃之所以能在上面買到的車是 有的一起標 我那邊看看看 有的一起標 靠腰人是直接賣跪喔 大家跪 我們馬上就過濾掉了 因為我們有這個職業敏感度 我們有這個嗅覺 有的 現在喔 有的車子就是在上去 要糊弄這些想要代標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車子上去可以設一個底標 假設這台車我在 我的店裡我是賣30萬 那我知道現在上面有一些 消費者都喜歡找代標去標這個車子 我店裡賣30 我丟上去我就丟30萬 我底價我就定30啊 我就讓你去標啊 我跟你講比我放在店裡賣還好賣 而且他標走了 我不用對他負責任 因為形象已經檢查過他買走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有時候喔 我講真的喔 有時候 雖然大部分小吃的車是 都是我們自己賣的 你們看我們賣的速度很快的 可是其實小吃有在調整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車可能 呃不適合我們賣 或是我覺得他賣太久了 我會把他丟上去喔 就讓那些走不知道路的 給他們去買 有些車我覺得賣太久 不好賣賣不掉 或者是我覺得這個車越看他越堵欄 我就丟上去 然後就等那些股主來標就好 那其實他得標的金額 跟我在自己店裡面賣的價格 根本就差不了太多 而且賣的速度還更快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覺得 喔小吃你的車怎麼一下過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問就不見 有時候是我們看半生不對 我就把他丟上去 或者是這台車不合 越看越不合 或者是我覺得這 一兩個禮拜都沒有人看 我就丟上去啊 一定有股主要買 所以 雖然但是我算很少了 因為我的 依我現在廠內車子的數量 賣的數量 我自己其實都不太夠 我還要去上面買回來 所以 呃 只是給大家參考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買賣 還有這樣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說 有時候 你去找人家幫你標 不一定 真的如你們想的 一定會比較便宜 對啊行鑑要年備啊 而且會標到狗臭味 很多的車 很多 狗臭味 我之前就是有一個 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客人叫我幫他標 以前啊 就以前 我還是 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就 沒辦法什麼錢都要想辦法賺 然後 用好朋友拜託 我就幫他上去拍 拍回來那台車 這個狗臭味啊 洗了三次 臭氧殺菌 然後什麼方向器都弄了 然後這個 什麼 踩了七七四小時 那個叫紫外線殺菌都做了 我跟你講 他那台車 開了現在可能三四年 還有狗臭味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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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好帥喔 欸 Hiris那行 再養一條黃金獵犬 把他味道蓋過去 超美 我早就跟他講應該要養一隻狗 對啊 這養兩隻 這養兩隻好了 好不好 撿別的可以喝 再夜背一下 我沒有拿錢喔 我賣過的二手車是Vios 回過頭要保護 其實我的車 大部分要回過頭來保護 都很少 我相信只要你 車子進來的時候有挑過 比程數也準確的有挑過 再來你回來所有的路由 耗材你有檢查過 基本上 回去客人要回來要保護的機率是 非常的低 以我自己來講 也許一層都不到 那你如果說很小的 他回去發現有一個東西 被他弄斷掉啦 杯架斷掉 那個當然 我不敢講 但是你如果是以這個基建的部位 我覺得 我出去的機率 要回來要保護 的機率比一層還要低 非常的低 欸 掰啦 大家晚安 啵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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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